本節目由 SNEAKERS 贊助播出 Yo 歡迎收看 JUSSEY 介意性的 A-SO-BOW 我是阿信 我是顏值擔當南希 在開始今天的節目之前 記得打開CC字幕還有訂閱 JUSSEY的頻道 以免錯過任何潮流大小事 好啦 今天這一集絕對會是有史以來 含金量最高的一集 對 因為他就是金曲獎的得主 這個含金量就是金曲獎的意思 金曲獎言下之意就是 他一定非常的會做音樂或者是唱歌 所以今天我們要去 弗吉他的錄音室 Let's go 這個神秘 幹嘛啦 剛才有很潮的味道 我聽到有一個音樂 對 沒錯 來來來 貼紙 帥 超流的感覺 學死平 欸我看到他了 我看到錄音室 前面那個玻璃屋 你們很常聽HIPHOP 可是你們不知道他們怎麼錄音的吧 就是在這裡生產的 好認證男人最帥 直接傳出來就對了 被看到了 我們進去 幹什麼東西 直接講 什麼情況 不好意思打擾一下 好 好 請站C位 來這個是你的主位 一定要那麼俏比就對了 什麼意思 沒有音樂可以這樣子 我不會啦 心情還不錯 那心情如果不好 還是什麼 欸不是一個 完全看不出來 你知道嗎 對啊 欸我們來辦正式的啦 我們要來搜查一下 你的這個錄音室 到底有什麼 有沒有 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可告人的秘密還好 第一 欸有什麼可以收 欸我跟你講 這是什麼 你幹嘛笑得那麼尷尬 這是你的隨身行李 是是是 我們趕快 不要讓他整理 不要讓他脫脫可以擠 好 進取角得主的隨身包包 裡面裝什麼呢 這什麼 欸 戲千代 不是戲千代 跟他戲千代 哎呦 害羞了 所以金曲獎得主 愛穿戲千代的黑色長裝 這是你的衣服嗎 對這吊槓 欸為什麼那麼多 視力架 怎麼那麼多個啊 而且這新包裝欸 二到沒力來跟Sneakers 二到發分來跟Sneakers 就譬如說我們剛剛 錄一些小東西 下午的時候 還沒到正餐時間 那你需要一點能量補充 就需要一點巧克力 好 還有這個是什麼 欸 整個這裡就最重了 對 這個就是一個interface 一個錄音介面 因為常常我們在外面表演的時候啊 然後program 就是需要接外面的音響 可以嗎 來來來來 有沒有是不是真的音樂人的部分啦 說那個喔 速度喔 我的桌面 這個是我們的秘書等級 他有這個桌目 耳機的部分 這好舊喔 對啊 這是有感情的 陪伴你很多年了喔 對然後這個也是表演的時候 的IM 應該是健康的吧 對 包包啊 褲子啊 對對對 其實蠻香的欸 你不要拿一個標準加幣好不好 你就是 拿一個你最喜歡的圖案好了 好 這是新包裝機 最符合你今天的情緒 狀態 最符合我今天的情緒喔 餓到氣噗噗 來 餓到氣噗噗的時候 我只要看什麼 故事是一家 其實是要包裝機 所以黃泉你通常這樣一整天的行程 錄完音都會去哪裡 像如果是今天的話 待會錄完音 我會先回我自己工作室 然後放假東西整理一下 那我們吃一根sneaker是無所謂吧 去你的二 做你自己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地方 對 我們現在到的這邊是 我的工作室 在這邊 現在就比較像是一個demo 一個rough的感覺 基本上這邊就是我表演的衣服 這邊會穿 這有在販售嗎 對 有 對 柏林的品牌 沒錯 這邊有個白色的 這兩件都蠻常穿的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活動量很大 我穿就是拖地 會直接拖地 我幫你開了 不好意思 直接開了 我學生都會試在這東西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東西 出其不意 streetbow 啦 好不好 聞一下 欸懂喔 你這個鞋分子喔 手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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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酷 現在非常的 好像用畫的感覺 好不好 2019開黃槍 這也是之前拍照的時候用的 但這個就變成一個精神象徵 對 其實我也沒有那麼黃 只是剛好有些東西就是 你知道 都是黃的 上面這個金曲獎獎盃 金曲獎獎盃 今年剛發生的事情 對 這對我來說意義非常重大的一個 獎項 然後感謝所有的 曾經幫助過的人 這個是當時候我 上台的時候穿的那個 領巾 絲巾 哎呀 那邊怎麼有個活影忍者呢 好看嗎 黃兄好看嗎 遮風擋雨來 我帶給大家看一次 差不多這種感覺啊 欸真的看起來 我覺得蠻特別的耶 為什麼你戴那麼使用 我戴看看好了 你戴看看 掌聲鼓勵鼓勵 感覺像我忍住了嗎 這有牌子嗎 卡夫在這邊 算是驚人啦 算是驚人啦 大家就是呢 會看到我在一些場合 就會戴這個帽子 這個帽子其實基本上是我爸的 算是 可以說是家傳 一個精神象徵 因為我爸也是很喜歡 那種牛仔的這種風格 No Way Man No Way Man Shut up No Way Man 對 Shut up一下 喔 流一步眼淚掉下來 這還會吧 我的心上人 黃色 其實這也不是刻意要用黃色 對 因為當時家具的時候 就剛好這個size 就是這樣 黃色 Classic 這個要 shout out 一下 我的好朋友 麻吉 這個牌子 瑞寶的Classic 這邊 shout out 一下 然後呢 這隻它剛好那個時候 新的時候 他就覺得這個非常適合我 然後我也覺得非常喜歡 帥到你了是不是 哇賽 欸 shout out 一下 這個呢也是他們那個 當時候 黃紅森 是吧 對對對 週年 不是週年慶 所以你開幕的時候 在東區店開幕的時候 有新的紀念款 沒有強杯 但是配件嘛對不對 欸這個範褲 因為呢我之前 因為我基本上 我是不太愛戴背包的一個人 但工作學校還是會戴背包 那這個呢是我平常 假設說 來了 給大家展示一下 這個感覺是什麼樣 我把 就這樣下去 手機 你可以放進去 很明顯喔 這個size不太一樣 因為我之前的手機 也是比較小的 指下尺寸不太一樣 然後 看譬如說 假設我已經穿在裡面了 然後基本上牛仔的一個風格就是 你可以穿在裡面 這可以這樣 穿在裡面 哇 哇 真的是很低拍耶 再看一下 可以掛兩隻 你看我也是賣眼鏡 你看下塊 有沒有 可以戴兩隻 而且臉上如果再戴一隻的話 等於說基本上 你隨身就攜帶三隻眼鏡 這是為什麼 有沒有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你開心 可以這樣拿出來 對啊 就是這個 欸上面 好的 講到這邊這個是 今年這三張 八八 許時 然後 佳佳 許時幫他做了兩首 走馬看花跟輕鬆帥 那九天八八的當然就是 那個平庸至上嘛 九頭生之內 九頭生之內 對 欸黃炫黃炫 你是有入股是不是 為什麼這邊 還有這麼多 這個就是火力展示了各位 因為常常這邊做音樂 還是幹嘛都累的時候 因為基本上我很愛吃甜食 尤其巧克力 所以呢 一定是要一個火力展示 而且重點是 講回剛剛那個槍帶 有用處對不對 最帥的吃法 就是讓他說 在那邊肚子餓 好想吃 來點東西吃的時候 I got you back I got you 世界現場一個 你看有沒有 好像拿出一個 什麼很厲害的東西 沒錯 餓到眼神式 來一根sneakers 一定是要這樣 好不好 很累很累 好啦今天非常感謝黃炫 在我們十集他的工作室 還有錄影室 而且有非常多個人的 失誤收藏 他講起也非常精彼 吃起來了好不好 好帥喔 這個拳根根根本在出力這樣 OK 好啦今天非常感謝黃炫 我們要開始收到 各位段落啦 下次見 掰掰 我們是磅說到磅皮胖 歡迎來到YELLOW的磅跟小消失 很明顯 今天看到我穿這個實驗室的衣服 我要帶大家來看一下三種 勢力架的這個吃法 第一種呢 打開勢力架 切成四環 然後呢打開你的牛奶 小巫子一定要敲 可以拉一下 好不要拉太久 就可以進行這個攪拌作業 會露會露 等一下 漫長的路 寂寞的夜 在心裡面 哭泣的夜 這樣說 我愛喝成熟奶茶 因為我剛從 往前過來 我們的牛奶巧克力 可以聞一下 厲害 歐買 可以倒進去 成熟 我最愛的成熟 綺麗 好吃 好吃 可以找一下 它不只是一個牛奶巧克力 它同時是成熟牛奶巧克力 可以喝一下 吃一下 可以收 讚 好的 現在呢 杯子上就是一個冰淇淋 相信大家都很喜歡吃 Ice Cream 四璃架一樣的 這次呢我們把它弄脆 我們要用一個 四璃架白色浪漫黑森林 誰說 不能 黑白陪 可以 今天我就告訴大家 撒 撒進去 有沒有 平均的 要出來沒有關係 等一下再吃 一點點 很浪漫 Romantic 不好意思 Gasso Gasso 第三個終極料理 這個很嚴重 講出名堂 嚇死大家 花生 薯餅 假錯 再一次就尷尬 煎炒滷拌烤 再一次 好緊張喔 巧克力薯餅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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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直接來看 要到底有什麼錯 首先你要準備一個吐司 薯餅 Cease 還有最重要的 我們示例一下 一樣 這一次呢 切成四塊 很明顯的 我們就是要把巧克力 放在吐司上面 現在就放進烤箱裡面 另外一片吐司 我們要處理一下 酥餅 可以先擺放去 美麗的起司 放在酥餅上面 放上去 然後一樣的放進我們的黃色小烤箱裡面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巧克力均勻的米瓶 蓋到我們的酥餅土司上 這樣就完成了 因為剛剛前兩道都是我自己在吃 所以我現在這一道要請南希 來幫我們評價一下 快讓我們 先撕了 怎麼樣 說不出話 說不出話 很特別很痛 我感覺你比較像被燙到耶 鹹鹹甜甜 鹹鹹甜甜 嗯 我喜歡另外一種的男女 另外一種的男女對不對 今天帶來呢 就是以上三道市立價的終極料理 第一道是這個牛奶巧克力 現在要秤出 第二道市立價白色夢幻黑森林 第三道也就是我現在正在吃的這個 巧克力薯餅吐司 以上呢 就是市立價的終極三道料理 歡迎大家回去嘗試 Azumax